今晚的ET个股推介是美团3690 经济日报投资业华组假选原因是 内地消费力放缓直播电商流量爆发期已过 传统电商产业市场已由高增长期进入成熟期阶段 股份方面美团比较值得看好 美团自疫情影响减退后业务重回正轨 根据彭博组合劝商预测 美团2024年、2025年经调整盈利 分别增长3.7和5成 维持较高的增长力 策略上美团持续由低位反弹 走势短期动力不错 建议83元水平吸引 先看近日高位92元水平 突破上网104元 跌穿75元减车